大林慈禧院志工感恩会正式开始 而开场嘉宾是大爱幼儿园小朋友 孩子们透过歌曲 介绍事故师伯多功能角色 当志工他们可是No.1 外科教育病房病情变化很激烈很严重 甚至有一些是重症末期 那每次看到志工师兄姐这样副位 搭着他们这样拍拍背拍拍间 跟他们一起流眼泪 医疗志工给我们的典范 就是我们除了医人医病以外 更要医心 揭许演出的是由医疗团队组成的 萨友骑士乐队深情演奏 让台下慈禧之功红了眼 而心是温暖的 他有讲过几年前 他说医疗志工是怎样 比较有人家叫不上 他说我只不上你去到这五六间八年 你让人家叫不志工 我当下我真的好玩 我都好人说 我一定要在这个医疗志工 不快互出 忠心感恩 深深欲聚功 医疗团队向志工们献上最深感恩 因为有这群志工365天无私的奉献 让病患的苦有了化作甘甜的希望 当然新闻一份林欣宏再来报道 我都好看